終於可以約到阿杰仔你做訪問了 杰仔你好 Hello Hello FyFy 西西哥的徐宏傑是否已經很喜歡踢球 是喜歡 但是始終 喜歡是在樓下踢 就是跟自己的班 例如我住在東聰 就跟自己東聰的朋友踢 不夠膽出去踢 阿杰仔你就不是踢過很多隊球 西西哥應該是流浪青年龜出身 其實你怎樣跟他們結緣 那時候都說自己就不算很喜歡出去踢 可能到中一二都還在踢離島區 之後我以前小的時候 可能認識了 出去幫教練踢那個 都是區隊九龍城 只認識了一班隊友 然後剛巧 可能我十五歲那年隊友問你 你今年踢什麼 我說沒有啊 離島區的 都是區隊 他說你試不試試來 流浪青年龜來試試 類似的 然後我聽到好像OK 然後就去試一試 然後 選完第一課 然後 教練就叫我下個星期帶他來教練 當時那個青年龜教練是哪位 羅國豪教練 羅國豪教練 就看中你了 就是由青年龜也是去大學 那時候的傑仔 是不是都是踢後衛的 那時候 沒踢過後衛的 老實說之前 但他有一次是 擺我踢防衛 都很少踢 那時候都沒什麼踢 之後 叫做他帶你之下 就是羅sir 就 叫做擺我踢防衛 後衛的位置 嗯 那小孩子有沒有人喜歡踢後衛 當然想攻的 是 初初教練叫你踢後衛的時候 有沒有抗拒 我沒有沒有 沒有抗拒 因為始終那時候 流浪已經是 青年軍是最強勁的球隊 然後 老實說那時候 是軍仔 就是 總之軍仔 很多好 對 很多好好的 年聲球員都在那隊 那進攻老實說 未輪到我 所以 就頂著先 就防守 那我沒有抗拒 都盡力踢好 嗯 但是 看資料好笑的 當時你中四的時候 有掙扎過 球員打籃球 還是踢球 是什麼回事 因為 都說我第一年踢 流浪的時候 是很多很勁 整班都很勁 老實說自己的位置 都 都沒有自己的位置 都是後備 整年出得很少 那 那時候反而 籃球就 有些滿足感 可能教練又稱讚我 然後 又打得好 那時候就想過 不如去打籃球 然後 就是專心去打籃球 不踢足球 然後 後來就 自己 中學的同學 就是參加了足球隊 那我見到他們 他們天天都 落街場踢球 然後我就 始終自己是一群朋友 我跟他們一起下去踢的時候 就會覺得 踢踢一下就可能 就是定了目標給自己 都是全心去足球 因為始終自己 喜歡多一點的都是足球 後來就 不打籃球 就專心去足球 發展 如果 讓你再選一次 都一定是足球 一定是足球 好 那麼 中四就 決定了 踢球 是 中五就開始 就跟流浪的青年軍 甚至乎 同一隊操練 怎麼會這樣 自己膽操操的 因為 老實說 那時候跟隊友的實力水平 有些差距 老實說 自己可能 比較差一點 然後我就 那時候 我問那個教練 可不可以跟一隊 然後 跟一隊去訓練 其實那時候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為想 自己進步多一點 跟隊友的水平拉近多一點 就是完全沒有想過 踢什麼職業 因為想做職業足球員 所以他跟一隊 完全沒有想過 然後 就是這樣 可能跟得多一隊 訓練 好一點 信心也好一點 後來進步就大了 那時候的一隊有什麼人 有夏之明 學戲 學戲 對 等等 所以都很好 就是上天一個 有幾個 進攻 都算是最好的球員 嗯 好啦 一直都沒有想著 做職業足球員的 曹雲杰 為什麼他去到中六 又會有這樣的決定 嗯 其實都是一個 叫做一步一步 因為我一次踢 那個人跟完一隊 我當時是Rambo帶的 他就 嗯 他就 一一次把 升我到預備組 我預備組踢得多之後 他就可能跟Philip說 不如 駐我去一隊那裡 駐我一隊那裡 讓我感受一下 想提拔一下我 那可能 後來Philip又問我 想不想踢 那時候 那到那時候 你就 不會 不會 Stay low 因為 我本身是因為 我那時候讀 是 副學士的 嗯 我本身是讀了兩個星期 之後 我決定 想著我跟我爸爸說 我不想讀 我想 全心全意去踢球 就是全職去踢球 那次就談了一兩句 那你家人有什麼反應 一開始一定是說 為什麼不讀 傻了 傻了 現在是讀書那些 我可能再說兩三次 那我爸爸都 可能看得出 我真的想去 然後他都 尊重我的決定 然後就說 好啦好啦 你喜歡啦 然後就這樣 真真正正第一場 五波落到踢職業足球 是什麼回事 嗯 老實說 第一場踢的時候 一定是有點緊張 但是 因為我最深刻 是落到第一場 那時候我是踢右閘 我對位是 康蓮 然後 那時候 康蓮一拿球 然後擺一擺就落下 我心 這麼快的 然後那時候 是東方來的 是東方 但是後來 整體上都表現得OK 但是到了 可能六十幾分鐘就抽筋換出 然後 那時候是 踢落都OK 但是一定會有一點緊張 那感覺是怎樣的呢 有觀眾給錢 是觀眾值看你的比賽 嗯 那時候的感覺是 好像終於 終於到自己 自己有機會落場了 然後 又 那個氣氛 因為你 努力了 我周圓練了那麼久 辛苦了那麼久 好像 到了你有機會 第一次 職業 的比賽落場 你會覺得 好像 少少夢想成真 那種感覺 不得不提 就是你當時的隊友 李志豪 就是阿442 阿虎哥 他就說過 你是他的接班人 那 可能那時候 他可能覺得 大家 身高 身形差不多 然後 都是踢 就是比較快 等等 又踢同樣位置 所以他可能 才這麼說 老實說 很多事情都要向他學習 例如 你說 他很多經驗 他落到場的路數 防守技術 然後 還有 就是 落到場的心理質素 他不怕的那些 全部都要向他學習 你跟他的相處 他有沒有跟你說過 什麼 你有心在人家教的 什麼 最深刻就是 有一次 練球 可能自己就 花巧 玩後腳 然後 那時候就 即場被他罵 說 正正經經 全球不行 就是要我 做什麼要玩後腳 那時候 跟他最深刻的 對話 可能就是這個 是否很兇 富哥 那個樣子很兇 因為那時候 自己第一年 所以見到他的樣子 那麼兇 都不敢跟他說話 但是真人呢 即是真的跟他相處 應該不算 可能那個樣子很兇 但是相處 他也很好 可能很用心 真心想你好 想教你 那些 真是大哥 就是 有一場球 聽說你對潔志 踢了二十多分鐘 被人換出來 然後即場去流淚 是否有這樣的事 是呀 因為那時候 我最記得那時候 是自己踢左閘 那時候對著 艾力士 那時候 始終潔志都是一隊 很強的球隊 那時候自己好像 本身已經 表現得不算太好 然後最後 臨被人換到場之前 那次一球犯錯 導致 隊友可能要犯規 然後導致 人家12碼入球 那樣來次一點 那時候就 因為這個犯錯 和表現得不好之後 就被人換到場了 那時候其實最主要 下了場之後也有哭 那時候我覺得 最主要的原因是自責 因為自己覺得 累到球隊失球 所以會 不開心 那順便問一下 就是 結仔是否一個 對自己要求很高的人 我覺得是 因為其實有時 老實說 這幾年比賽 很多踢完 我自己會不開心 是因為 我會覺得 例如你有 可能兩三球 失誤 全失球 我會覺得已經踢得不好 就是會覺得 今場又踢得不好 就是會 比較 著重一點 就是 會覺得 而自己要表現也很重要 我不知道是否真有傳聞說 阿傑仔是一個很悶的人 你自己是嗎 都悶的 老實說 因為始終 我記得我 在香港踢兩三年 在香港踢的時候 早上練習 晚上回去踢街球 就是好像 只有足球一樣 基本上 每天都很專心在足球那裡 所以 這樣也算是滿意 我覺得 但我平時看 財雲傑的比賽 你的球場都相對比較冷靜 都是還好 因為 自己是比較 專注在比賽上 不會做其他 無謂的事 比較專心在比賽上 因為 我看很多教練 對你的評語 都會覺得 阿傑仔 很懂得配合 教練的要求 還有 很少做一些無謂的事 你是否一個 discipline 和配合度比較高的球員 我覺得都是 因為 老實說 教練始終他給的命令 我們都要去服從 總之我就是球員 我就是要服從我的教練的命令 你跟流浪的感情 流浪的感情一定是 都叫我武會 都叫我從小培養到我大的球員 是他們給我機會 去接觸職球 是他們培育我 頭幾年 頭兩三年 踢流浪 都給了很多出場機會 都給我踢 感情一定是有 包括跟Philip 李輝浪 他都給我 然後 現在有時候 可能回來 跟球隊操 我都會問Philip 我可不可以跟流浪操 例如 因為我下個禮拜 有香港隊友比賽 我今個禮拜沒事做 我可不可以跟李操 他都會比 我回來的選擇 都可能是流浪 就是跟他們操 我試過 我整天被Philip罵 因為老實說 我踢 臨上中甲之前的比賽 就是可能 在流浪的比賽 有時都會踢得不好 有時都會犯錯 可能他對我 要求到高 然後 他一見到我犯錯 就會罵 就是 那時候 對 老實 就是自己 自己想 他講得對的 一定要聽 自己都會想回 是的 在香港踢了幾年球 為何會有一個淵源 可以去到國內發展 我想是 那時候 我踢那年的省港盃 可能第一回合 我們香港隊贏2比0 那場自己表現得好 然後 那時候 Philip無緣無故 WhatsApp 跟我說 有國內球會對你有興趣 就是問我的意願是怎樣的 那時候 很短的時間就要我回答 兩三天內就要我回答 那時候 那時候自己 英國有鎮扎 是的 也有鎮扎 真的太短的時間 自己根本就考慮不到 那時候一開始 意願都 不是太想 因為始終從小到大都在香港 可能 那時候一開始想是不想去香港 那我一開始是 叫做是跟Philip說了 那後來回到香港 那些隊友知道 有國內球會找我 那就問我 就是為什麼不想上那些 那我 就是他們會說 國內球會一來 就是福利好很多 然後二來 進步水平全部都好很多 就是說你這麼專心 真的這麼想轉心足球 就是為什麼你不想去呢 然後我聽了很多隊友的建議之後 我就覺得 都好像都說得對 然後最後又跟Philip說 我都是想上去的 然後後來就 Philip幫我聯絡 那些 就 說回 跟他們說我上去 那你就在 散港杯之後 很快就回國內簽約了 是的 基本上 散港杯到簽約的過程 我想四五天內 就是由踢第一場 然後到回 去簽約 是四五天內 是 據文說你是簽完回來才告訴父母 是的 因為始終那段時間太闖絕了 我踢完散港杯作客 回來第二天 還是不知 隔一天就要 因為我那時候想不到 怎麼跟父母說 只要我簽完 我回來才再跟我父母說 嗯 記不記得第一次跟他們說 那時候他們有什麼反應 他們兩個 我覺得不開心都很開心 老實說 因為始終 都是由小到大都在家 在香港 他們 不會 就是不會習慣 因為我是獨生子 他們不會習慣自己 就是一個兒子 就是自己一個兒子 然後 因為我那時候跟他們說 我簽五年 是 那時候可能我媽媽 就以為我五年 完全不會回來 那時候 都很不開心 是 嗯 到你真的上到梅州客家 報導的時候 是 給你印象又怎樣呢 那裡 報道 其實我上去簽約的時候 我一看那個地方 其實老實說是 相對上較簡陋 尤其是那些鄉下的地方 是 然後 但是 都會有自己的足球場 有自己的 健身室啊 那些 就是訓練 就是有整個基地在那裡 是 那時候 第一個感覺是 就是可能有一些 落後的那個城市 宿舍是不是都是在球場旁邊的 是啊 很近 就是我一落樓就是那個球場 隨時可以加操 隨時自己跑都可以 是啊 還有健身室 你隨時健身都可以 你說 比賽的節奏一定是最大的分別 因為上面 國內球員基本功是很宅實的 基本上每個人 然後 所以他們 不會有一些 很普通的失誤 就是不會玩得全球給別人 所以 經常 節奏一塊 然後 和他們全部體能 等等都是很好 然後給我的 其實我上去之前 給我的感覺是 我想可能 上面是 沒有那麼認真 訓練沒有那麼好 反而不是 是 是訓練都是 很認真 很激烈 中甲都會到處去不同的地方作客 有沒有什麼經歷帶給你 那一開始 去作客就是 就是每場都要飛 有時飛 基本上 都要坐飛機去比賽 那時候是 你真正體驗到去作客 因為有時去北方的地方都會很遠 因為我最深刻有一次是 例如我晚上踢完香港隊 8點 之後第二天 早上起床 起床去 回到上面 搭了都很久的車 之後休息了半天 第二天整天在機場 就是要去北方比賽 那時候又要延遲 又什麼 然後又要轉機場那些 搞了一整天 那時候的精神 那些真的 真的很累 嗯 那 是有什麼體驗 周圍的作客 嗯 我覺得會更加 讓你體驗到 正式的比賽 因為其實 正式的比賽就是這樣 香港踢作客 你去的最遠 就是香港有作客 跟沒有作客 是沒有什麼分別 我覺得老實說 然後 去到 去大陸之後 就要真正體驗到作客的分別 有沒有試過 去到別人的球場 有人被人噓啊 被人塞 有有有 那一定有 就是 還有 就是上到大陸 人家球迷都多的 就是 平均一萬幾千走 就是不會少的 然後 人家的球迷噓啊 做 那些呼呼聲 會搞到你真的聽不到 傳播的說話 真的會有一點點影響 梅宗客家 嗯 差不多坐了四五個小時 才回到香港 是 就是現在的傑仔 你的生活 多不多回來香港 我想 要看看有時 假期是怎樣 因為 如果放兩三天的話 我就有機會回來一次 平均一個月 可能回來一兩次 最多一兩次 那家人會不會想著你 經常都叫你快點回來 那一定會 一定會 尤其是 阿媽 阿媽 因為阿媽的女人 始終 她一定會想著我多一點 然後 有時 我爸爸也會偷偷錄她的影片 他都看得出來很想著我 其實兩個都會想著我 我也知道 在圈中 不算國內 就是 有些跟你一起大 有哪些特別朋友 嗯 君仔 君仔 鄭兆坤 然後 然後 可能 Danny 謝偉俊 郭子佳 余培康等等 因為始終都一起踢了 不少時間 OK 咦 他們都是跟你一樣 都是一些 up and coming的 香港隊成員 是啊 那你差不多是 最早進入香港隊的 大港腳 都算是 是 幸運 看著一些 一起大的 叫做戰友 一起 相信的隊 那個感覺是怎樣 即是說香港隊 那一定是很好 好像 很奇妙的感覺 之前明明 最記得是跟 君仔 青年軍 一起踢的 那時候是 看他扭一群青年軍 一個扭一整隊都可以的 然後 想不到 可能現在 有機會跟他 老實說 香港球員 我想最想代表的都是香港隊 即是最 始終是自己的地方 然後 現在可能 有時候是看著君仔 扭其他 國家 即是 最好的人 會覺得 很奇妙的感覺 然後希望 越來越多 自己 那班朋友 或者自己年齡的人 一起 去 代表香港隊 去 比賽 好啊 第一次穿你香港隊的球衣 跟你踢超聯的感覺有什麼不同 對比一定是 很不同 因為始終 在香港隊的球衣 是代表著 自己從小到大的地方 然後 我想香港球員 即是我自己 我不知道其他人是怎樣的 我自己是 最想代表的一隊球隊 即可能 巴馬球會 最想代表的就是香港隊 每次踢香港隊 我都一定是 最 最認真 最博的 然後 那時候 第一次穿香港隊的球衣 那時候我 感覺都是 很開心 然後 很期待 很想去 盡全力 去 幫香港隊贏球 那時候也是 嗯 即是 看到代表隊的層面 那個 層面很不同 是 會不會覺得自己有什麼不足 初初的時候 初初的時候一定有 那時候始終 可能 好像是 二十歲左右 去 但是 相比其他球員 或者外面 一定有很多不足 然後 基本上 什麼層面都是有不足 然後 後來 可能去了中甲之後 就會覺得 無論什麼層面 自己都會進步了少少 尤其是最好 就是信心 那時候 大了很多 所以回到香港隊的時候 會 感覺不同 以前一開始 沒有那麼緊張 沒有那麼害怕 我想你相信 你 會受到教練的垂青 或者會注意 那時候 你 和你去國內 踢比賽 很有關係 對 你覺得你回到大陸 踢了一段時間 對你在香港隊的進步 有多大的幫助 我覺得 幫助一定有 因為始終 國內的聯賽節奏很快 然後 外援都很厲害 老實說 國內的外援 全部都是很高級數 然後 水平 水平我不可以說 差很遠 可能有少許分別 所以 回到去 還有 每天的訓練 是很激烈 競爭很大的 長期處於一個 這麼競爭那麼大 這麼激烈的 練習 比賽環境 自己 無論 比賽上的 經驗 技術等等 都會有進步 還有 最主要是 信心 我回到來的信心會大了 主要是香港隊 踢的主場比賽 我也感受到球迷的 打氣聲 會覺得 你會覺得 有更加 多的 使命感 要為你們踢場好球 這樣 球迷的打氣對你的幫助有多大 一定很大 假設你整個場 正英英沒有什麼聲音 你球員踢下去的 動力真的會 沒那麼好 但是相反你們 如果我打氣聲很好 就是為我 就是 你會覺得 有一群人在鼓勵你們 你會覺得 為他們踢場球 入籍兵少了 這裡是 還有 年輕球員多了很多 轉變 我覺得是好事 因為 始終 老實說 香港隊的未來 是 我們這些年輕球員 因為始終 我們還 有些時間 讓我們 對 所以 這個變化 對我們年輕球員是好事 然後 我們 要更加努力 更加珍惜 去進步 去踢得好 我們一定要 好 希望下一次 再 阿傑仔你回來香港 再跟你聊天的時候 你已經是香港隊的常規正算 嗯 好 多謝你 多謝你 拜拜 你在看的是 香港本地足球選區 我是長傑 是 天 喝 他 我不能 你 我不能 當 你 我